一项研究称 钢铝关税没有对美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而是开始重新激活一些地区的产业 让当地增加就业和投资 但是有一些专家说 钢铝关税以及其他国家的报复性关税 让美国农民遭受重创 关税对美国的腹地有什么影响 有关详情 下面请记者莫宇来为我们介绍 莫宇 好的 湘芸 那么经济政策研究机构 也就是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本周发布的一份报告说 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显示 美国的钢铝关税对经济有广泛负面的影响 那报告说在特朗普政府3月宣布 对进口钢铝加征关税以来 在原料铝和下游产业工厂是重新开工 扩大产能并有望创造3000个就业 那报告说在此之前 由于中国等国的大规模过剩产能 并将铝以极低的价格出口到美国 美国附地的这个盐链厂被迫闲置或停工 众多的这个铝盐链厂被迫关闭 一万多个就业岗位因此消失 那报告说钢铝关税防止了产业的这个完全消失 并帮助了这个行业成千上万的工人 那我们知道美国劳工部公布的11月就业数据 也显示美国制造业自两月以来增加了近2万个 那这对美国一些地方来说 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消息是喜人的 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钢铝关税 给需要消费钢铝的这个下游产业是形成压力 其影响呢仍在逐步显现 那么对于美国中西部的另外一个产业来说 也就是农业以及另外一个群体农民呢 他们成为了关税的受害者 既遭到其他国家的这个关税报复 又受到成本上升的压力 那么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 星期四呢就这个关税 对美国附地人民所造成的这个影响 是举行讨论会 那么美国支持自由贸易 这个组织的行政主管呢 布莱恩·库尔 他是在会上发表自己的看法 那么来听听他的分析 农民受到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影响 他们也受到成本上升的影响 由于钢铝关税 约翰迪尔和卡斯公司 今年把拖拉机的价格提高了7.5% 还有粮仓 因为我们今年大豆过剩 我们需要修建更多的粮仓 而因为钢铁价格升高了 建造粮仓的成本也上去了 还有化肥成本 比如除草剂和农药 很多这些基础化学品都来自中国 在美国制成产品卖给农民 我们预计这些价格在2019年第一季度 也会上升 那我们知道美国农业部星期四的时候 是表示中国已经开始恢复购买美国大豆 购买规模大约是113万吨 那这是美中两国元首在12月初宣布休战 90天以来中国首次的重大农业采购 但是库尔表示新的采购只是杯水车薪 难以弥补斗农 近年因美中贸易战所遭受到的损失 那他说相比其他农民来说 斗农受到的冲击可能是更大的 但是他说不管你看农业的哪一块呢 人们都是在受到影响 我们知道很多农民都表示 支持特朗普总统以及他的贸易政策 对此专家们有什么样的观察 是的 那么农民支持自由贸易这个组织的库尔 他是说许多农民仍然愿意支持特朗普总统 和他的贸易政策 但是随着他们感受到贸易战 给他们带来的冲击 他们是那么这个愿意以短期阵痛 换取长期利益的这种耐心 正在逐渐被削弱 那么来听听他的看法 在农民的活动上 你可以感觉到挫折感的上升 也可以感觉到言辞的变化 四个月前 六个月前 你可以听到短期的痛苦 是为了长期的利益值得一战 渐渐地人们会说 有没有个战略 我只想知道有没有战略 因为我真是受到了冲击 那么目前是有越来越多的呼声 是呼吁特朗普政府 能够取消对美国盟友的这个关税 尤其是对这些国家征收的这个钢铝关税 那库尔表示 虽然美国与墨西哥和加拿大 是达成了美墨加协议 但是钢铝关税是仍然存在的 那加拿大和墨西哥 因此对美国农产品加征 这个报复性关税呢 也仍然存在 那他和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呢 他们是希望钢铝关税能够取消 同时呢 国会也能够尽早地批准 这个美国农民急需的 也是让他们受益的 这个美墨加自贸协议 向云 感谢记者墨宇带来的详细介绍